全球新闻最焦点 人民币大便满月 效应冲击扶台面 中二阅兵比一比 为何高下利剑 北极兵家必争之地 看冰冻下兜光剑影 得街难民 日修安保 战败国走向大不同 深入独到掌握世界脉动 听锁定民事全球新闻 欢迎您好 欢迎收看民事全球新闻 我是张嘉欣 那么节目一开始 我们来关心的是中国的经济 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 达夫斯论台已经正式的落幕了 而期间总理李克强 是再次强调 中国的经济绝不会硬着陆 也没有要发动货币战争 只不过人民币大便 整整一个月来 亚洲的货币是纷纷的奏降 一场太平洋货币战争 俨然已经开大 而这个对国际经济 以及中国的政局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2008年的金融海啸 从美国华尔街席卷到全世界 电影《大道不能倒》 讲的就是豪赌诚信的 华尔街投机客 以及《大道不能倒》的金融巨头 但如今距离不到十年 历史又再度重演 这一回《大道不能倒》的是中国经济 而梭哈的则是北京当局 开工没有回头键 改革关头勇者胜 在股市两个月狂跌43% 进出口数字不佳的状况之下 中国人民银行依旧在8月11号投下贬值原子弹 引发人民币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单日最大汇率波动 而亚洲的货币战争也跟着吹响后脚 越南首先激起直追 哈萨克单日贬值幅度更超过20% 整整一个月以来 除了两年来 已经连续贬值超过五成的日币之外 亚洲货币比的就是谁贬的比较多 新加坡 韩元 泰铢都贬了将近3% 新台币贬值幅度达到3.88% 跌破33元大关 马来西亚令吉跟贬了超过10% 我们本来就想要贬值 只是一直找不到很好的理由 因为别人没有贬你不能贬 所以中国一贬 其他国家一贬我们刚好顺势 我们不想要用汇率贬值 来帮忙出口 也帮忙不到 但是我们希望别的国家 做的一些货币战的动作 我们能够去抵消他对我们的补利 到底是开枪的中国比较疯狂 还是大家一起试心疯 为何亚洲货币疯狂贬值 因为其实货币战争早已开打 是 是货币战争 而且也进行一段时间 最早的货币战争并不是中国调解 是美国调解 当年为了应付2007年的金融危机 美国联准会宣布要进行纾困 刺激经济 量化宽松政策就此展开 但谁能想到波南克的一句话 其实就是货币战争的开端 QE1 QE2 QE3 印了一大堆的钞票 所以美欧日三大央行 在2008年的时候 他们印出的钞票总量 大概是三兆美金 然后到了2015年 他们三大央行 总共印出来的钞票是十兆美金 先是美国印钞票 接着换日币贬值 从75贬到100 再从100贬到125 对一半贬的幅度 效果如同量化宽松 而今年初 欧洲央行以通缩为由 也展开量化宽松 三大区域玩起QE接力赛 从3兆美金宽松到10兆美金 整整三倍的钞票 三倍的热钱 全都流入了新兴市场 但这虚空阁楼的繁荣梦 也将随着美国QE结束而破碎 因为热钱即将回流美国 新兴市场被快速掏空 为了不受他国货币战的影响 大家只好加入贬值战局 中国算起来已经晚了好几步 不过人民银行强调 这不是货币战 而需要让汇率机制市场化 并且要一次到位 为了完成承诺 在10号强势干预离岸人民币 引导汇价回升 不论是为了刺激出口 还是让汇率机制市场化 人民币贬值已经成为事实 与此同时 中国还大量卖出美国国债 似乎正在为美国升息做准备 但选在经济数据不佳 股市大跌的时机做出动作 似乎让整个情势更加恶化 经济市场国家包含了中国 在过去这10年 他们等于透支了未来的体 他们用大量的公共建设 然后大量的财政支出 刺激了自己的经济 然后撑住了全球的经济 但是不可能永远靠这个东西再撑 不可能永远靠喝那种提升饮料 在熬夜的 总会爆肝的 所以中国经济只是爆肝 感觉起来是在爆肝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行业爆肝之后总是要休养 新兴国家在大量透支之下 无法再维持表面的繁华 中国也面临相同状况 经济数据从今年初就一路下降 今年1到8月 出口成长是负1.6 进口数据更达到负14.6个百分点 对外贸易指数连8个月负成长 一个人的身体有没有出状况 你也许可以从他的食量看得出来 中国的进口一下少了这么多 一定是内部经济有问题 也许是 官方的GDP数字能不能信 没有人敢说出口 但进出口数字掉了一大截 对民生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 对其他贸易国的冲击更加明显 包括巴西南非出口额都掉了一大截 但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在夏季达弗斯论坛 不但撇清中国带衰全球的说法 更再三对经济状态信心喊话 不但经济被看坏 北京当权者也被看虽 中国有舆论传出 证监会主席孝刚 可能坐不满任期 就会因为掌控股市不利被撤缓 就连李克强都传出 将被上海市委书记 韩正所取代 外国媒体更直接分析 股市最大受灾户 可能就是习近平 不稳定的股市 不稳定的人民币 还有不稳定的全球经济 一切可能得要等到 美国升息时间表出炉之后 才能稍稍喘息 但升息之后 可能又是另外一次危机的开始 美国过去20年有三次升息 1994到96年它升过一次 当时造成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 2000年的时候 美国也升过一次息 然后这次升息 造成了网路泡沫崩溃掉 第三次的升息是在2005到2007 造成了全球金融海峡 兄弟已经进入了破产心算程序 为了对抗升息压力 化解泡沫危机 各国货币贬值可能会再来一次 将美国QE时期涌入的热钱 多余的钞票资金 统统盗还给美国 也就是说货币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美国升息之后 新一轮的贬值大战才要开始 民事新闻有国体会之专题报道 而中国除了经济 在外交上也因为东海 还有南海主群问题 和邻国的关系激动 而跟积极重回亚洲的美国 也难免是相看两尴尬 在这种外交的局势之下 中国和遭到欧美排挙的俄罗斯 也就难免互相取暖 走得是越来越近 但是专家表示 中俄两国其实 不只是经济上各有盘算 在外交军事上 也不全然同调 同样的军业不相同的规格 俄罗斯远东地区 也要纪念二战结束70年 只是地点不在远东地 大成海声威 而是面积两个台湾大 人口不到50万 位在亚洲东北角的库叶岛 虽说是纪念二战结束 现场却不见莫斯科高层身影 就在9月2号这同一天 俄罗斯总统普廷 选择现身北京 成为习近平的座上宾 跟普警惠等各国元首 同登天安门 从双边会谈 阅兵大点到人民大会堂晚会 普廷从头挺到尾 给足习近平面子 但隔天他就出现在 自家的海声威东方经济论坛 原先盛传要和中国 签的天然气合作大单 也不了了之 俄罗斯副总理兼远东总统特使 特鲁特涅夫这段话 其实并不是针对天然气交易 但却是中俄经济往来的最新缩影 而其中反反复复的天然气问题 这要从去年5月说起 2014年5月 普廷访问北京 中俄签下两指协议 同意共同投资 输气管扩建工程 完工后 俄罗斯将从2018年起 每年供应中国380亿立方公尺天然气 长达30年 成交总金额估计高达4000亿美元 但其实这些协议已经谈了十几年 都卡在价格和输气管框